雷茶 日本高中生初次品嚐马来西亚客家雷茶 新鲜的口味让人竖起拇指赞好 13位来自横滨市立港中和高等学校的高中生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体验多元文化的三天两夜 这班日本学生被安排入住13户不同的马来西亚家庭 他们都是吉隆坡慈激国际学校的家长 同住一个屋檐下 增加了彼此交流互相了解的机会 我们在家里的食物 但我教授说 日本人通常有衣服 在家里的衣服 所以我们确认她的衣服 日本横滨市立港中和高等学校 旨在培养能够建立温暖人际关系的学生 这一点和吉隆坡慈激国际学校不谋而合 2024年 他们踏出日本奔向海外 亲自感受马来西亚语言融合的环境 我希望我们学生能够英语 语言和文化 和国际语言 我也很高的印象 很多不同的印象 我们跟母亲和母亲一起吃饭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吉隆坡慈激国际学校尽地主之谊 用马来西亚的天气和慈激人文 来款待这般日本航兵的朋友 我们要教会学生 以谦卑和尊重的心态 去学习日本的文化 那么以包容的心态 去接纳文化的差异 马来西亚学校多元文化和语言的特点 日本学校首识有纪律 懂礼仪的特质 值得马日两国学生交换学习 从他人身上摄取宝贵的养分 麦当爱 叶佳宁 留意力无数言水贵宾 吉隆坡报道